YO!我們是光球 話說福正準備去台灣環島彈車亡命之旅 其實去環島踩單車是需要體能訓練的 其實在早兩個星期福正約過我們 去練車!練體能! 豁湖練體能! 練體能的過程是怎樣? 大家可以看看這個精華片段 YO!早晨! 我們福正說要在兩個星期之後去環島 但他從來沒有這個運動經驗 畢業之前那幾年都沒有開始做過運動 到現在都沒有做過運動 然後他就說要一球環島遊 他說為了體能訓練 約了我們每天10時起床去練單車 每天啊? 每天!10時! 那我們現在就看看福正他們 究竟會不會準時到這個神組訓練場 神組訓練場 我們預計結果是福正會遲到的 唉! 那算了 我們自己做一下Wall up 肥仔! 怎麼判呢? 等了半小時了 暫時都未見影的Whatsapp 那就鍛鍛鍊我們了 不說那些人以為我們去環島 那大家覺得福正會不會成功呢 這次這樣的環島 我覺得根本就不可能了 他連10時起床都做不到 還怎樣去環島 我們的環島主角 看到嗎? 看到嗎? 這裡了? 環島用事啊! 終於到了 但我還有三個字就上班了 我還有三個字上班了 第一天訓練又遲到 為什麼呢? 抱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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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環島 抱歉 抱歉 第一天訓練又遲到 剛才塞車 剛剛塞車 這裡自己有11.9才刷 你給一看時間有1點 給大家刷一刷的時間給觀眾看看 那些時間在這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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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 你們知道我這裡 你們有一個做教練的資質 你們拍主角吧 我真的沒話說了 哈哈 好啦 大家都看到那段影片的成效是怎樣的 我想大家 祝他好運啦 其實自從那一天之後 沒有再提過這件事了 他瘦了 可能他自己在家裡每天都在做單車訓練 我們不是說看死他 嗯 有眼睛看 大家 大家從心裡面很尊重一個人 對於起床訓練都訓練不到的人 那其實現在做什麼呢 因為福正等日子要問我拿電腦 那他要繼續拍片 去台灣環島 也要剪片 那我們等下看看他是什麼 究竟他人有沒有變得 對啊 我們的環島主角終於出現了 看看 這麼緊張 我準備要去玩 你怕你腳掛了 小水肌肉多了 哇 我已經每天都在家裡訓練了單車 原來答案 來 哈哈 哈哈哈 快點三十下 快點好緊張 快點三十下 看看他多興奮 這裡是我帶衣服 那這個就是我對電子器材 那你的單車呢 我的單車在台灣租 那你的單車衣服呢 簡單來說他什麼都沒有準備 簡單來說他體能也沒有準備 衣服也沒有準備 單車也沒有準備 什麼有準備呢 心字 心字有準備 心字有準備 什麼啊 我準備了很多 他只是說很興奮 燃燒 耶 還有一些時間 不如現在租車就踩到機場 真的嗎 你現在看我還沒有 你看看你的腳掛 我看到你還沒綁上的鞋子帶 我很害怕 你看他 鞋子帶還沒綁上 我就是學人去還賭 馬上看我還沒綁上 我這樣也沒說 看我還沒綁上 我以為我踩不到 究竟 倒一鞋子 跟你說 如果我踩到的話 那怎麼辦 踩到的話 現在沒話要說 踩到的話 踩到的話 不要跟我說踩到才算 踩到 真的踩到 如果複證真的可以的話 我們就找女嘉賓回來拍片 為了大家的眼福著想 如果不行的那怎麼辦 如果不行的話就我找 你找 有什麼分別 我的分別 我當然是在街頭 Busking唱這個太陽花 好啊 我現在也可以的 不是啊 尖沙咀 尖沙咀 要有咪的 有咪的 有喇叭 在尖沙咀Busking唱太陽花 我一定不會輸 太陽花加一條女 不是吧 我們輸了也要這樣做 我不用 我們找一條女 我們找一條女 可以的 OK 是啊 找你女朋友 其實我一直都很想 她女朋友出鏡 看看又怎樣 哈哈哈 走啦 我們走吧 其實我們Tom Facky 真的 其實我們Tom Facky 真的很用心 我們去台灣也會剪片 而且其實他們在香港的時候 都不會在 在這裡懶惰 他們在香港也要拍 你走吧 拜拜 拿著機 你不會走這邊 坐車子上去 我不會害怕 拜拜 Yo 我已經來到淡水了 因為我今天 坐飛機的時候 不用這麼弄飽了自己的電話 所以基本上今天我是什麼都沒有做過 我今天沒有什麼內容 唯有可以拍一件事 就是出發前 有什麼是應該做 和什麼是不應該做 其實因為基本上 我現在去環島旅行 身上的裝備越輕就越好 當你踏1000公里的時候 那一kg 基本上是把難度是配震 所以越少東西越好 因為我太擔心了 我又帶了GoPro Phylm相機 電腦 還有現在拍我的這部相機 就是為了可以貪心一點 一邊拍片 一邊戰片 還有一邊橫動 這個就是極度不建議 因為沒有 真的辛苦自己 有兩件事是極度推介的 第一件事是這個 很多人可能會帶拖把 其實帶拖把是一件很不智的事 基本上你不帶電腦 只是用電話 甚至是用一些很基本的GoPro 的相機 甚至是一些尿袋 用這個就已經可以1分6 所以其實很方便 又細小又輕 它環島 基本上你都會遇到扑街炒車 基本上要帶膠布 但是普通的藥水膠布 是一種不好的 就是因為基本上你每天都要踩單車 那你每天都會出汗 你的膠布就會很容易辣 那我就很討厭膠布 那我媽媽就介紹了我用這一隻 這個叫噴霧膠布 就算受傷的時候做運動都方便一點 因為它是噴霧式噴上去 就會有一層膠布在保護你的傷口 那可能你們會問 為什麼我去環島的時候 不會帶自己單車呀 不會帶自己的衣服呀 或者不會帶頭盔呀 很多的裝備 因為其實大家可以上Google找 那我也不詳細說那麼多 因為這些資訊 上網很多人說過 頭盔呀 衣服呀 或者是一些單車褲呀 單車呀 全部都可以在台灣借賣 而且價錢都不會貴香港很多 單車褲 那其實台灣都是賣150-60元 所以我覺得在台灣買來 香港買來是沒有分別的 那可能很多觀眾都會問我 為什麼這麼白癡要特地去環島呀 又累又辛苦 那有很多方法可以環島的嘛 為什麼一定要踩單車呢 還要自己一個人那麼安全 真的沒有原因 純粹是那個想法 因為我大學的時候呢 一件事很想做的 就是去環島 但是我畢業都沒做到 所以我就很想做啦 那老實說 其實我有沒有信心呢 我覺得自己可以的 但是我沒有信心 為什麼呢 我不會說啦 我不知道 應該不應該多謝肥仔 或者多謝阿琪 他們越覺得我不行呢 我就覺得一定要得 我一定不會輸的 跟你們說 但是怎樣都好 呃 好像很勞鑑 是不是這個場面 唉 我覺得有時候 真的 自己剛剛出來做事大約兩年啦 我覺得工作 已經因為你小時候很想做的 變成做你覺得 不可能做到的 就好像環島呀 啊 Working holiday呀 很多這些不同的東西 但是 我不知道怎樣去形容我的感受 我就可以用一句 句說話去說這件事 就叫做 Fortune Favourites the Bose 中文的翻譯就是 因為幸運永遠都眷顧一些勇敢的人 就是想做就去做 好老格 不是 這輯片 希望大家會like、subscribe和share